脸部平权 重新看见真正实力 推动脸部平权迈入第14个年头 阳光基金会协助过无数严损商友 身上有大片红色血管流的曾丽严 在社交就业上遭遇许多 异样眼光的不友善与挫折 让她曾经相当回心 面试官可能就会要求说 希望我们可以把口罩拿下来 让我们看看这样子 但是真的拿下来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说 怎么会有这个问题 还是希望大家是以一个同理 而不是同情心来看待 我们这些商友 基金会最新调查发现 超过半数的烧伤及严损者 在求职过程中 曾经遇到不友善的面试经验 阳光今年攜手餐饮集团 在全台门市推动职场脸部平权服务计划 这项计划提供严损商者工作实习 也让他们有获得正式职位的机会 我们现在目前大概有两% 大概近百位的一个就是商友 或者是就是残障的朋友 是在我们的企业服务 他其实就是一个落实多元共融的 职场的一个具体行动 那也是很具体的这个实践了职场 这个企业永续发展的一个精神 阳光基金会三双餐饮集团 及Yoroka公司三方合作 基金会希望抛砖引玉 吸引更多企业加入 联部平权运动行列 给严损商者一个多元友善的职场环境 民讯5日林大伟台北采访报道